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及国际纪录片的领域开展合作 并担任了很多全球主要的纪录片的决策人 我们这一位嘉宾的梁安明先生 他来自世界自然基金会香港分会 担任教育总监 梁先生是环境管理科学的硕士 2001年加入了世界自然基金会香港分会 他专门负责发展推行 sorry 今天有点不舒服身体 他专门负责发展推行以及评估 在世界自然基金会香港分会各个中心举行的 学校及青年教育项目 梁先生也参与了保育部门的紧密合作 协助他们进行不同的公民科学项目 并为老师们提供有关可秩序发展的教育的训练 那么这个《香港自然故事》当中 有着怎样的地球故事呢 现在我们把时间交给两位嘉宾 谢谢基金 欢迎大家来到这儿 今天是香港书展的第一天 我们今天之所以有这个对话会呢 首先是因为我们有这本书 这本书叫做《香港自然故事》 那它的名字跟我们持续两年来的一个project 比较有关 所以也要跟大家说一说这个背景 想问一下大家听得懂我说的 这个普通话大家熟悉吗 还是说应成大家讲广东话多还是 是不是广东话 如果我吞过来这个channel 大家觉得OK吗 可以吗 OK 都OK是吧 好 这bothOK了 因为我本身我自己的习惯的语言是母语 是普通话 我就先用普通话开这个场先 那么我们这个项目其实做了两年 这个项目是我们和世界自然基金会 香港峰会共同来发起 我们和凤凰卫视和华人集团联合出品的 那么在这个项目到去年的时候 我们拍了一年的纪录片把香港的全境 不同的自然生境我们都拍了一遍 然后我们拍完了之后呢 就会觉得说我们发现了很多很多的 不一样的给我们的一个思考 那这些不一样呢 其实差不多是发生在三个不同的维度上 一个维度呢 是我们生活在都市里面的人呢 可能容易去忘记 我们其实所处的这个地方 它还有很多其他不同的生境 因为我们大多数的时间 是待在这样的indoor的一个house里面 那我们在香港自然故事这个项目里面呢 我们关注了六大不同的这个生境 一个是岩石 就是rock 一个是山林 就是mountain 一个是海洋 就是ocean 那么还有田野 就是field 还有其实我们比较多在近岸 shore 水岸 那最后一个就是湿地 wetland 我们在这六大生境里面呢 其实这些呢 都是就在 近在咫尺 就跟我们平时生活的这个都市 非常非常近的地方 这是一个维度 第二个维度呢 因为我们拍了纪录片 我们得以用微距的摄影 用比较微观的方式去看到一些 我们平时不太留意的香港 比如下雨的时候 挂在树叶间的一滴水 比如芦苇的根部的细节 再比如说沙滩上的一粒沙 和一块石头 那个缝隙里面的 小小的生态的系统 这些微观的环境 也是平时我们可能 就你 哪怕你已经走到自然环境当中 都有可能被忽视的 第三个维度 是我们放大 放大到我们整个星球 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 地球故事的这个维度 因为香港只是 地球上的小小一个点 我们说的都市 我们刚才说的六大圣经 都不是香港独有的东西 然后香港的得天独厚 香港的这些美丽的画面 也都不是必然有的东西 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用一个 global vision 国际视野来去想这件事情 我们可能才能真正地看到 全貌 事情的全貌 the whole picture 所以抱着这样的一个想法 我觉得今天因为我们 这个里面可以说的东西太多了 所以我们只能说其中的 一个维度 那我们就来讲 地球的这个维度 这也是我们和世界自然基金会 共同来发起这个项目的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初心 那为了拉开这个维度呢 我想首先呢 跟大家小小地读一小段 这个书上 岩石篇 开篇的一小段文字 我也请我的同事帮忙 从纪录片里面剪了一小段 这一小段说的是什么呢 这小段大家看到的画面 其实是香港 又好像不是香港 是什么呢 可能大家把心静下来 我们从现在开始 把时空的观念打开 我们站在此时此刻 就在维港的这个地方 我们把时间倒回到 一亿八千万年前 我们来去慢慢地 进入到今天的这个主题 稍等一下啊 好 一亿八千万年前 欧亚大陆和北美洲 还是一个相连的巨大陆地 整个中国华南东部 及香港都属于火山带 香港这个地名的出现 还是一个遥远的未来 但香港地质史上 第一次的火山爆发 已经开始 山风开裂 大地上流淌着岩浆 凝固转化 化为岩石山丘和峭壁 散步于海滩 在长达四亿年的香港地质史中 至少经历过四次 大规模的火山爆发 和大规模的山体断裂 才形成了香港今天的 地形地貌 经历了四次的火山爆发之后 形成了香港的岛屿 山川 河流 港口 塑造出香港最古老的山脉 最年轻的岩石 最高的山峰 以及世界级的深水 两岗 好 这是刚才小小跟大家 重温了一小段 我们书上会读到的 就是这应该是在page 8 第8页第9页就写到的 这些文稿是来自于纪录片 也来自于我们整个和商务印书馆的 小伙伴们一块去合作 校对的 我们跟所有的图文都 做了一些精确的匹配 所以大家如果拿到这本书的时候 可以细细地去欣赏 刚才说了 我们要说的这件事情 不只是岩石 我们还有山林海岸水岸田野 湿地 带大家去看不一样的香港 所以呢我们在项目开出的时候呢 也为大家展示一下 这个香港的生物多样性是什么 我们有一段项目的宣传片 给大家看一看 日子 OK 那俗话说 内行看门道 外行就看热闹了 就是如果我们对于 这个香港不是那么了解的话 我们看自然环境就是 Diagasy Lang 是吧 但是我们在这个Lang 这个字的后面 要看出门道来就要请教专家了 所以我们今天请到的 梁先生就是这样一位专家 然后我想请问一下梁先生 香港的这个自然生态 你觉得是好在哪里 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 香港的自然生境的整体的情况 好的 谢谢叶台 大家好 大家午安 很高兴能在这里 跟你们分享香港的自然故事 其实因为我的普通话真的很普通 比普通更普通 所以如果你们不接的话 我用约鱼去分享 有没有反对的 行吗 没有反对 我就可以用广东话了 是的 谢谢你 叶台 刚才那段影片很精彩 其实基本上也说了我想说的东西 不过其实香港自然故事很精彩 有很多故事可以说的 是的 我就选了一张照片 作为一个开场白 其实很多时候外国的朋友会问我 他会跟我分享 觉得香港是怎样的 通常有两个答案的 这个答案呢 很多外国人觉得香港 周围都好像中环一样的 为了我们来说 就是代表香港 第二呢 有些人很喜欢看电影的 就会觉得香港周围都好像旺角 周围都有一些危红肛馆 其实他们就比这种东西 不是不对的 都对 因为都呈现了香港的画面 但是我想跟大家分享 除了香港一个国际金融中心 亚洲金融大都会之外 很多高楼大厦之外 其实香港也有另一面 大概三至四年前 我带了一个印度的漫画家 他是专画一些野生生物和自然环境 他对香港有点兴趣 我们团队就带了他来香港一个星期 这个星期里 就带他游山换水 去到香港不同的地方 去完之后 他就画了这幅图出来给我们看 很漂亮 对了 看到是一个绿色的香港 对了 没有什么高楼大厦的 因为其实香港 绝大部分的地方 都是一些未开发未发展 都是被我们的自然环境覆盖住的 你看到很丰富的自然环境 有山 有水 有不同的生物 是很精彩的 所以今天我们的主题就是 香港自然故事中的地球故事 可能有很多诠释 什么叫做香港自然故事中的地球故事 可能其中一个诠释 刚才叶总也说的 其实香港只是一个很小的地方 在地球上一点 好像微不足到 但是它也有一些很威衰的地方 在全球层面 有些令我们感到很骄傲 特别是在自然环境的保育 其实做得很好的地方 容许我稍后再讲 多一些例子 为什么香港有这么娇傲 首先第一点就是 香港其实 整个地方 陆地 差不多有四成的面积 都是受保护的 当中包括有 隔壁公园 特别地区 大家知道香港有多少个隔壁公园 如果你半年前 问这个问题 和半年后问这个问题 是不同的了 去年的时间 香港只有24个隔壁公园 现在香港有25个 因为最新的《红花嶺》 在大概3月4月的时候 就定立为一个全新的隔壁公园 所以香港的陆地面积 其实有差不多四成 都是完全受保护的 至于海洋环境 更加厉害 其实香港的海域面积 有1640平方公里 比香港的陆地面积更加大 因为是海 所以就没什么可能开发 所以天然来说 它也是受保护的 而香港的海岸线更加夸张 如果将所有香港 所有岛的海岸线 变成一条直线 其实可以由香港 一直拉到泰国 那么远 有1178公里 那么长 那么长 那么长的海岸线 而香港的自然环境 海岸环境 和海岸线 就造就了香港有丰富的 不同的自然生境地 对了 刚才其实 叶台也说了 我们综合香港的自然生境地 就是这六种 刚才也说得很清楚 有些很威水的事 因为时间所限 今天我只选择两个威水市 和大家分享 那么第一个威水市 就是在香港的东边 好像 Rog 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去过 香港的地质公园 可以上一张 是的 那么这个真的很享负 成名的地方 那么在香港 西贡东街的公园 和香港 新界的东北 其实都是在2009年 就说分成为一个地质公园 那么有两个园区 北边就是一个沉积岩的园区 南边就是在西贡东面 其实就是在火山园园区 而当中的岩石景观 是举世之名的 全世界甚少的地方 有香港的地质公园 这个地形 甚至有很多人觉得是奇观 当中有些威水市 就是 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听过 有没有见过 六角形的火山岩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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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 原来它有奖獎 它是全球一百大 最具价值的地质科学地点 亦都是一个世界级的地质遗产 拿了这些国际的树荣 令我们都很骄傲 你看到地质公园的标志 正正就是这六角 就是岩石的标志 除了在香港东面之外 香港的西北边 我们转一转角度 都有一些世界威水市 跟大家分享一下 香港的西面 西北角落 有一个地方叫后海湾 深圳 看回来就叫深圳湾 其实这地方 是一个叫尾部内后海湾 拉姆撒尔湿地的地方 拉姆撒尔这个名字 好像很陌生 其实是什么意思呢 拉姆撒尔湿地 是代表国际重要的湿地 1971年 在伊朗里的城市 叫拉姆撒尔 当时就开了一个大会 全世界很多国家的代表 总统 都坐在这个大会里面 谈论如何保育湿地 在会议之后 第一天就签了一个公约 就叫做拉姆撒尔公约 因为在那里签 就地取材 下一个公约的名字 之后的替日国 如果你想加强 你国家地区本身的湿地保育的话 只要将你国家或者地区里面 某些重要生态价值湿地 划为拉姆撒尔湿地 的话 代表是受国际关注 香港 米布来河湾的湿地 其实在1995年 正式划为国际重要湿地 亦是中国第一批 中国第一批 是划成国际重要湿地之一 所以也是很威衰的 正正就是香港有这么威衰的 新境地和身体系统 所以提供了一个五星级的家 给予更多的生物 所以香港的生物多样性 是非常丰富的 先向政府买个广告 有一个叫做 香港生物多样性资讯站 不知道你有没有去过 很精彩 你上网搜寻这个资讯站 找到大量有关香港生物多样性的资料 有图 有文字 有片 是很好看的 生物多样性 其实大家都听得多 英文叫做 Bio Diversity 这件事好像很潮 常常听到 但实际 生物多样性实际是什么呢 有什么内容呢 其实都想请教一下 梁先生 容许我先讲讲书 希望大家不会悶陷大家 叶台说得很好 生物多样性 也有什么叫做Bio Diversity 其实它有两个字 夹合在一起 第一个就是Bio Logical 就是关于生物的意思 第二个字就是Diversity 就是多样性 其实这里讲得很清楚 什么叫生物多样性 就是讲到在地球上 生物的丰富度 比如一个地方 你看到有不同的植物 有不同的动物 有微生物 它们都是共用生物系统 而生物多样性 其实有三个层面 第一个层面 就是生物系统多样性 比如你在香港 你会看到湿地 有看到森林 海岸 水岸 这是生物系统的多样性 而第二个层面 就是物种多样性 就是指在某一个生物系统里面 比如湿地 在这个生物里面 我们会找到不同的生物品种 就是生物的多样性 就是物种多样性 最后的层面 就是基因多样性 大家可以看一下 你旁边的一个 我也是同一个品种 对不对 你旁边的一个 的样子和你不同的 对不对 高度不同 样子不同 只是同一个物种里面 原来都有多样性 所以生物多样性 原来就是这样去解释 不过 听我说是很悶的 所以我今天邀请了一个 特别嘉宾 举牌 如何开始 特别嘉宾 就是一个享负成名的专家 大卫艾芬堡 酌士 和大家 很简单 深入展出 说什么是生物多样性 我先邀请他出来 我按一下就可以了 我按一下 Biodiversity 是一 term that represents the total variety of all life on earth that's a big thing to sum up thousands of different wild habitats millions of different species billions of different individuals and the trillions of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 they all have the total biodiversity of our planet is immense which is a good thing because the more biodiversity the more secure all life on earth is including ourselves only when life is at its most varied vigorous biodiverse can we hope to thrive we may not know it but we need towering forests across one third of the land surface to lock away carbon and keep the climate stable we need millions of pollinators and billions of soil organisms and megatons of plankton to keep the food we eat in supply we need strange plants deep in jungles to create our medicines and coral reefs and mangrove swamps to protect the coasts we depend upon our planet's biodiversity provides all the things we need for free but it will only do so if there's lots of it thank you sir david 很精彩的分享 sir david 他提了一個很重要的觀念 就是 生物多元性 其實不是獨立存在 生物多元性 其實是提供我們人類社會 一些很重要的供應 你會見到這個圖 我就總結了剛才sir david的分享 其實生物多元性的存在 是幫助我們在文化 供給 挑戰和支持 這四方面 比我們人類社會 是一個穩定的發展 待會我再遲些 會說一些實際例子 如何去反映這幾方面的呈現 不過我也想回來的主題 就是香港的生物多元性 這個圖裡面 正正是分享到 剛才開頭的影片 其實都說完了 香港有很豐富的生物多元性 你看到這裏其實是一些例子 包括有植物 有不同的動物 包括雀鳥 兩耙 魚類 貝類 和蝴蝶 每一類別的動植物 都有一個數字在裡面 這個數字是多還是少呢 如果這樣給你看這個數字 可能你也不知道 有3300種植物 那是多還是少呢 有573種材料是多還是少呢 有比較才知道是多還是少的 所以今天我選了一個例子 和你們分享 比較兩個地方不同的生物多元性 我找了英格蘭這個地方 英格蘭的面積比香港大超過100倍 香港的土地面積是1100多平方公里 但英格蘭有13萬多平方公里 我們就是紅色的一點點 對 香港就是紅色的一點點 英格蘭這麼大 走下去 李鷹就是英格蘭的生物多養性 比香港豐富 大這麼多 但實際情況是怎樣 我們可以看看 這張圖 紅色的數字就是香港的生物多養性 下面橙色的就是英格蘭的生物多養性 你看到其實除了陸上的保養動物 叫做我們差一點點之外 其他各方面的物種多養性 是優勝過英格蘭多的 原因很簡單 因為香港雖然小 但我們身處於亞熱帶的氣候 我們有熱帶的生物 也有溫帶的生物 香港的地理環境變化多端 所以形成了一些很天然的條件 容養多種的生物在這裡存在 很厲害的 而當中有些我們叫做標誌性的生物 我們可以看看 有什麼標誌性的生物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見過 在香港近年都經常說 我先分為兩邊 上面那一行 上面那四種很重要 因為這四種生物 全世界只有香港有 離開了香港便沒有 那這四種是什麼呢 左三邊 叫做米埔三張水母 米埔三張水母 顧名思義在米埔發言 去年才正式被科學界認可 全新的物理 全新的物理 以前從來沒有出現過 到這一刻 仍然只是在米埔出現 第二種 可能大家聽過的名字 盧氏小樹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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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前就在赤立角一帶生活 但因為起機場原故 所以之前做過的行動 就將它搬到香港其他地方 包括南亞島 或者其他離島地方 現在都是很穩定的族群 全世界只有香港有 第三種 這隻是什麼 大家猜猜 一定是昆蟲 小朋友以為它是蟑螂 不是蟑螂 它是一種螢火蟲 螢火蟲 它的名字叫做 香港曲刺刑 或者米埔屈刺刑 近這二十年 在香港濕地公園 後方一帶 發現的新品種 也是全世界獨有 在香港才有 最後那種 好像蜥蜴的生物 不知道有沒有聽過 香港螺蟻 螺蟻是泳源的一種 是一種兩棲類的動物 就是香港才有 我補充一下 螺蟻的兩個字 螺就是病字頭 一個很老類的類 瘦類的類 螺蟻 螺就是蟲字邊 一個懸音的懸 就是這兩個字 香港螺蟻在香港的天然溪間 都會經常見到它 上面那四種就是 很威風 全世界只有香港有 下面那四種 其實不單止香港有 不過這四種我選擇來和大家分享 因為它是一些保育的關注品種 因為全球 或者區域性層面 它的數字已經越來越少 所以我們要關注 不過什麼呢 最左邊那種很可愛 那種不是寵物 那種叫做歐亞水賊 歐亞水賊 歐亞水賊 水賊 有些人以為 那個字是水賊 不是水賊 那種是水賊 以前幾百年前 香港很多 但是近年少了很多 可能因為發展 污染的緣故 現在最新的數據 歐亞水賊在香港 只有七隻 七隻 第二隻 我考考大家 知道是什麼品種 黑念疲勞 是 香港一種明星品種 很多時候在宣傳片 教科書都有 第三種 這隻好像機械人一樣 馬蹄蟹 或者叫喉 全世界有四種馬蹄蟹 香港有兩種 亦受報告關注 最後 時間關於快點 就是 中華白海豚 我不會說 但應該很好吃 香港的回歸吉祥物 其中一種 我們很喜歡的品種 但是近年的生存空間 都受到威脅 包括發展 污染 或者海上交通 都影響它的生存 所以這就是香港 這麼特別的品種 都值得我們驕傲 我們在《香港自然故事》這本書中間 我剛才在那裡揭書 就看看 我們其實都有一些物種 在裡面讓大家看到 除了剛才說的很多生物 其實我們還有一些動植物 其實香港很多人不知道 香港其實有一種很值錢的一個植物 叫做土塵香 現在很多人去導發 令到它其實已經是很憑危的一個物種 剛才梁先生說到的 很多的物種 其實都有憑危的一個情況出現 稀少 所以很珍貴 所以 其實我們做這個項目 之前都關注到這個憑危物種的時候 就想到一個原因 我們想去探討一下 其實什麼原因導致憑危和全世界呢 即是說回全球性的一個問題 不只是香港 不只是香港壞 香港做到的物種就來沒有 其實全世界都有很多物種是憑危的 這是一個global的problem來的 很多專家告訴我們 這是something to do with climate change 或者怎樣 大家都聽得多一下全球暖化 所以我們去看一個地方發生的事情 是不可以在一個地方找到一個比較小的原因 我們可能要關注到更大的原因 所以我們去年有一群同事 就去了 都是七月 都是差不多現在這個時間 就去到北冰陽 一群同事去到之後 就發覺什麼呢? 北冰陽融化得很厲害 所以我們都做了一條片 去年的時候 我們去聯合國的大會 在紐約的大會 我們也有播出這條片的英文版 也想讓大家看看 有沒有 《字不批揚先生》 為甚麼你會不斷溶化 是否你已經病了 爸爸說這些是全球暖化 所以香港也會越來越熱 我們怎樣才可以 在發展的同時 保護到我們共同的家 爸爸說要保護大自然 是不是更多樹 少一點就用垃圾 每個人出多分離就可以幫到你 很多朋友對於這段影片都很有感觸 原來以前沒想過 其實我們家門口那片海灘 或者這片海 其實你和北邊洋是同一片海 其實我們地球的四海 我們叫七大洋 全部都是 Everything is connected 全部都是同一片海 所以我們要看另外一個生境 就是我們在香港的海洋的保育中間 因為大家知道海洋是人類生存的一個保護 我們如果關注多一些海洋 或者我們可以做到一些事情 所以也想問梁先生 你覺得香港有甚麼生境 是特別需要我們做一些事情 或者是保護它 其實剛才也分享過 香港的陸地有四成的面積 已經受到家裡公園 特別地區、保護區 已經被保護了 相對來說 陸地的保護情況是不錯的 但是 看著香港的海 和海邊 其實相對來說差一點 香港 共有1600多平方公里的海域 但是當中的保護區 我們稱為海岸公園 或者海岸保護區 只佔大概3點多% 代表了90多% 是未受妥善的保護 所以你問我 香港這一刻有甚麼地方 是要受到特別關注呢 我第一個想起 就是香港的海洋和水岸 即海岸的環境 就覺得真的要受到更多的保護了 給大家一點資料 剛才說過的數字 很多數字都是威水師 香港的海洋面積 只有1600多平方公里 如果對比全中國 佔到0.03%的面積 很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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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超過25%的 在全中國的品種 超過6000種的海洋和海洋生物 在香港的環境裡找到 而這個數字 是比美歐洲的菠蘿的海 是很多很多很震撼的數字 值得我們驕傲 這個研究員 也是兩三年前 香港大學 太古海洋研究中心 去做一個結果 而香港的海洋和水岸環境 其實都是分開6個類別 包括這裡見到 海藻廠、珊瑚群落、紅樹林 沙岸、岩岸和泥灘 今天時間所限 不能夠每一個都會 跟大家很詳細地去講解分享 我選了一些 可能大家有些興趣 或者我覺得 需要多一些關注的地方 去跟大家分享一下 首先 先按發音 上一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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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因為 這條片的質素 比較細一點 也是很原始的 拿相機上一張 所以有些很大的噪音 還有手震 我想跟大家分享 香港海底世界 是一次我們的團隊 潛水時拍攝 這個地方就是 香港的海峽灣 海峽灣 海航公園 其實 可能也不知道 原來香港海底是有三湖群落 是不知道的 自從我們做多些教育 宣傳 原來香港 是有美麗的三湖群落 如果看了品種的話 香港一共有84種石三湖群落 也有很多不同的海洋生物 都會依賴這個三湖群落去生活 除了 我們海洋世界 提供一些新景地 給不同的生物之外 剛才我不是說過 其實生物多向性 提供很多服務 給人類社會 我現在輕輕跟大家分享幾個服務 第一件事 就是提供食物和氧氣 大家喜歡吃海鮮嗎 喜歡嗎 香港人 吃海鮮的份量 是整個亞洲排第二 排第二 排第一 你猜一下 日本 是一個潛水性 提供大家 很多人到蜜月會去這個地方 沒錯 馬爾代夫 就是全亞洲裏 人均海鮮耗用量 第一 第二就是香港 海鮮給我們 就是海 除了海鮮之外 我們呼吸的氧氣 原來很多人以為 我們呼吸的氧氣 大部分是來自森林 沒錯 森林提供一定部分的氧氣 但原來我們呼吸氧氣 差不多有四成至五成 其實是來自海 因為海裏面有大量浮游的植物 就提供很多氧氣給我們 另外 就是調節服務 孤灘和保護海岸線 我先說保護海岸線 其實很多研究發現 如果住在海岸邊 有紅樹林 有珊瑚礁的地方 當有些大風大浪 海嘯打過來的時候 其實它的死傷率是會低很多的 因為天然的紅樹林 珊瑚礁 岩岸 是一個天然的屏障 當那些很大風大浪打過來的時候 就能保護到它們 另外大家不知道有沒有聽過 固碳這件事 其實空氣裏面有很多移引化碳 其實植物就能吸收移引化碳 有很多研究顯示 在海岸邊的植物 特別是紅樹林 海草 它們的吸探能力 比在雨林裡面的植物更加大 所以為什麼我們要好好保護 沿岸的植物呢 就是因為這個原因 因為它有很強的固碳作用 第三就是文化 文化 就是很多時候我們去旅遊 學習 去享受環境 但是自然 特別是海 提供很多服務 很多人喜歡潛水 上水活動 這就是其中一個 一些例子說明 海對我們的重要性 好了 講到這麼多好東西 這個是海給我們的東西 回到我們 我們給了什麼海呢 我想分享一張短片給大家看看 幾年前 我們用了兩年的時間 去走訪全香港34個海岸地方 一些海灘 沙灘 岩岸地方 去做一些垃圾調查 這張圖就呈現了這個垃圾調查的結果 你看到我們把垃圾分為不同的種類 譬如左邊 岸上的大型 和岸上的微型垃圾 你會看到 那個數字是指平均數 兩年裏面 這34個地方 究竟我們找到幾件垃圾 在岸上 大型垃圾平均每5米 長的地方 我想從這個地方到那裡 差不多5米 這個桌子 就有391件大型垃圾 所以可以想像一下 391件垃圾 從這裡排到那裡 狀況是如何 微型垃圾 就是小於5毫米的大型垃圾 就有89.3件 另外在海裡 沿岸水域 每2小時 收入到517.6件垃圾 而在海底 再出一點 其實每100米的地方 的陽線 就有30件垃圾 所以其實海洋垃圾 其中一個 我們面臨著很大的挑戰 如果我們不解決的話 其實是導致海洋生態 有很大的問題 是的 你會看到這裡 可能你們幫我按 會比較好一點 因為這個可能沒有太多點 不好意思 那些例子也很令人害怕 你們有沒有聽過垃圾灣 這個地方 沒有聽過 有沒有聽過石澳 這個地方 有 它在石澳旁邊 很近很近 你看到右手邊 還不是有個地圖 就是香港島最東南邊 紅色點的就是垃圾灣 就是在石澳泳灘附近 它簡直是在石澳泳間對面岸 另外其實它就在鶴咀 海洋保護區的旁邊 顧名思義垃圾灣出名是什麼 就是垃圾 你看到遍地都是垃圾的 可以按一下一張 其實我們知道 這個地方這麼嚴重 所以我們在2015年的4月份 就組織了一個清潔行動 就去那個地方靜灘 你看到2015年的7月 靜灘完之後沒多久 很乾淨 但是你看到旁邊的照片 2016年也不夠半年 重新去同一個地方 拍攝同一個角度的照片 你看到垃圾都回來了 所以這張照片說明了一個道理 單單靠靜灘行動 是無法解決垃圾 開到垃圾問題 最重要的都是 源頭減廢 對 最重要就是這件事 所以大家留意一下 生活中 盡量不要有那麼多垃圾 而垃圾對環境有什麼影響呢 這幾張照片 不用我多說了 你會看到其實 海洋生物 在那時候 它不懂分 前面那塊東西 究竟是它的食物 還是垃圾 例如我舉個例子 海龜 海龜其中的食物 它是吃水母的 你想像一下 如果水裡有一個膠袋浮一下浮一下浮一下 如果你海龜看到它 你會覺得它是什麼呢 它就是水母 所以為什麼海洋垃圾會對生物造成很大的影響呢 因為它不以為是垃圾 不以為它是食物 所以就吃了肚子 但因為吃了肚子之後 消化不了 然後填滿了胃裡面的空間 它就再吃不到一些真正的食物 因此可能會餓死 或者噎死 這是一些很嚴重的後果 下一張 對 除了海洋垃圾之外 有一個很重的問題 近年都經常說的 就是珊瑚白化的問題 大家知道為什麼珊瑚白化 就是因為氣溫不斷地向上升 全球暖化 你看到這個圖就是 全球暖化之後 水溫上升 同時間水裡面的酸性會上升 因為氧化碳融入水裡面 酸性就會上升 而這些無論是氣溫上升 又或者酸性 就是pH值向下跌 就是越來越酸 都是對珊瑚不好的 影響它的生長 和白化 所以近年的珊瑚白化 是非常嚴重 香港都面對很多很多這樣的問題 下一張 這裡就是舉個例子 其實剛才提到香港的珊瑚白化很嚴重 有一個例子就是吐露港 幾十年前 原來吐露港有八成以上的地方 都是被珊瑚覆蓋的 但吐露港 你知道附近就是沙田新市鎮 和大埔新市鎮 因為這兩個新市鎮的發展 導致吐露港的珊瑚 短短十年之間 你看到的箭嘴是急速 斷崖式地下滑 令到這個地方現在的覆蓋率 是少於5%的 是一個很嚴峻的問題 污染、氣候變化、酸性的情況 令到我們的珊瑚蒙出很大的問題 你可能問 面對這樣的情況 我們可以做些什麼呢 其實有兩個方法可以做 第一 就是被動一點 就是在香港一些合適的範圍 設立一些保護區 你看到這張照片裡面 其實你會看到 香港現在總共有7個海岸公園 加1個海岸保護區 都是政府設立的 因為他們都有不同的生態特性 有些是為了珊瑚而建立的 有些可能為了中華泡海豚 有些可能為了海草等等 有不同的地方設立了保護區 但這種單靠被動式的管理 其實就不足夠的 所以都要一些主動小吃的方式 就是近年 可能大家聽新聞都會說 其實有些學院、大學、團體 去做些珊瑚修復的工作 是主動小小去做 怎樣做呢 我舉個例子 就是我們海校灣 我們WF和中文大學合作 一個叫做珊瑚修復的行動 叫做山海無盡 簡單來說做些什麼呢 做三項目 下一張照片 三項目 第一件事就是我們在水底裡 收集一些珊瑚的碎片 或者收集珊瑚的一些卵 因為它會產卵的 收集回去之後 第二步就是在我們的海校灣 海洋生物中心裡面 我們有些養殖缸 就是把碎片放在一些養殖缸裡面 去養殖 當它們去到某些成長階段的時候 成熟了 我就將它 第三步 重植在野外環境 我們希望有一天 香港的海洋世界 可以回到50年前 整個吐露港都是珊瑚的景象 下張照片 你就會看到 我們期望整個香港的海底 所以也會是這樣的 這個就是第一個 我們覺得需要關注的地方 就是香港的海洋和水岸生態 我想問一個問題 因為我知道香港很多人 第一,喜歡吃海鮮 其實很多人都喜歡養魚 有時候家裡有魚缸 就會放一些沙漠在魚缸裡面 我想問一個問題 其實我們在這本書中間 也有展示到我們沙漠面臨的危機 但也有朋友問 譬如說國海 我不能去沙灘玩 或者我不能去沙灘玩 或者我不能去沙灘玩 我養魚也是一個正常的 hobby 或者是我放一個沙漠在家裡 即是中間的距離 我們如何去界定 有些事情我不做 或者有些地方我不去 但是我和大自然這麼近 人類活動的範圍 就是這麼近的 可能你不能不去那個地方 但是當我存在 我會不會已經是 我搞到那些物種 即是如何去處理 我們和大自然之間的 社交距離的問題 因為其實這本書中 也有一幅圖 我想律律地提示一下 就是我們去年夏天 我們已經遇到一隻瓊魚在西貢 後來不幸就死亡 這件事很多人都記得 但是我們 其實我不想去沙灘誰 因為這是很複雜的一個原因 但是令到我們去想 我們和不同的大自然之間的關係 有時候我想近一點 我好奇 我想近一點的時候 可能這件事未必是一個正確的舉動 其實情感是複雜的 其實是我喜歡那件事 我才去看那件事 但是可能我近去的時候 已經是有一點點不妥了 我不知道這件事 梁先生怎麼看 其實我們一直都贊成 在自然裡面學習的 很多研究顯示 你要提升一個人的環境素養 看書是不夠的 看書是入門的 最重要就是去到自然環境裡面 跟自然的親身接觸 但是葉台說得很好 那種的接觸去到什麼層面 多近 都是幾樣東西 就是尊重 因為其實 每一種生物都去自己的領域 去自己的空間 當它的空間被人去侵犯影響的時候 其實就去到一些不尊重的情況 可能你會破壞了它的雜性 破壞了它的生態環境 其一 第二 回到最後 有機會你自己都會受到一些 夢受損失 甚至乎是傷害的 譬如我舉個例子 野豬 現在香港有很多 很多人走得好賣 餵東西給野豬吃 甚至乎想跟它玩 但是他們不知道這些行為 除了會影響到野豬 在天然環境內的行為之外 其實當它被挑撥 或者被影響的時候 它可能會對你造成一些危險 也不一定 OK 原來很多一些 除了身體受傷之外 很多一些疾病 例如來自COVID 也是 COVID的源頭 其實都是來自自然界內的動物 就是因為人和動物太近了 大家 光泛了他們的領域 以至一些 我叫做 動物的疾病 就是因為一些過近的接觸 而傳給人類 所以為什麼我們不鼓勵人們 要餵猴子 不鼓勵人們 餵野豬 除了影響到他們的生態環境之外 對我們的自身 也是有影響的 所以我們帶一些人去野外 去學習 去觀察環境的時候 都有些守則 就是不要觸碰一些東西 或者看生物的時候 我們盡量有一個距離 不要到那麼近 如果真的要看昆蟲的話 用放大鏡 用看鳥仔 用望遠鏡 盡量保持一個距離 是一個最起碼 我覺得可以做的事情 好 我們不如來探討一下 剛才也提及過的另一個心境 就是濕地 濕地剛才也說 我們在香港很厲害 就是在全球的其中之一 一個很重要的 國際性的濕地 但是濕地現在有很多的保育工作 需要我們多關注 是的 其實濕地和世界其餘兩大的生態系統 森林和海洋 其實是號稱世界三大的生態系統 而香港的濕地很厲害 剛才說過米埔內向灣 拉姆薩爾濕地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去過這個地方 剛才的照片就是看到一個空中圖片 就是整個米埔的圖片 而這個地方 其實有些甚麼組成 你看到一些一塊塊 像田一樣 其實是叫做基維 大家有沒有聽過基維 基維蝦 很好吃的基維蝦 沒錯 基維蝦 就從基維那裡來的 基維是一個很天然的濕地 我們就在當中養蝦 但是我會說 基維不是單單養蝦那麼簡單 因為它有很多資源去提供給雀仔 或者其他生物 我們可以看看這一張圖 剛才說過拉姆薩爾濕地 對不對 這裡就是整個拉姆薩爾濕地的公約之下 定下來的濕地範圍 就是在1995年的時候 香港政府正式根據這個公約 然後劃定買步落後灣 總共1500公頃的地方 成為拉姆薩爾濕地 而這堆濕地裡面 有什麼不同的種類呢 我們可以看看 下一張再看看 可能你會問 為什麼這個地方 會有這麼多不同類型的鳥仔 就是因為有不同類型的濕地 包括有淡水的池塘 蘆葦蟲 泥灘 紅樹林 以及剛才說的基維 而這些新景地 就提供一個很重要的環境 給雀仔濕色 可不可以去上一張 slide 不好意思 對了 剛才跳過了 你看到中間有個綠色框框 綠色框框 這個地方叫做 東亞、澳大、拉西亞 遷飛區 是什麼 原來雀仔會遷飛的 全世界有九條遷飛路線 九條 而香港就是坐落 在東亞、澳大、拉西亞 遷飛路線的中間 每年有數以萬計的鳥 就不停地在這個區域裡遷飛 想像一下牠們遷飛的過程中 那些鳥仔會怎樣 牠會累 牠需要休息 那牠在哪裡休息 就是沿岸一些合適的濕地 休息 而米埔就正正在中間 所以是一個非常重要的 叫做加油站 或者給牠們遷飛 所以這個地方是需要保護的 好 剛才說過基維 不如我們多說一些基維 是什麼 下張圖就會看到 基維當中有些植物 叫做紅樹林 紅樹林 大家不知道有沒有看到紅樹林 紅樹林不是紅色的 都是綠色的 大家知道為什麼紅樹林叫紅樹林嗎 不明是綠色的 如果你用一把刀 剖開紅樹林的樹幹 牠會流一些紅色的樹汁出來 好像扭血一樣 在一些比較落後的國家 那些地方就會用這些樹汁去染料 這些樹汁因為紅色 所以那些人就叫紅樹林 這種樹林叫丹寧酸 它有一個很重要的功能 就是防止那些樹腐化 因為牠在海邊 經常被水浸住 如果你沒有這些丹寧酸 牠可能會浸爛 那些根會浸壞 那就是靜靜的丹寧酸 就好好保護紅樹 紅樹在海水裡面 提供很重要的作用 就是提供營養 食物 給予我們生物 其中一種就是蝦 所以為什麼基維蝦就是這樣來的 在基維裡面的紅樹林成長的蝦 然後我們撈離蝦 那就是基維蝦 而在大戰裡面來說 不單是基維蝦 是用基維這個地方賺吃的 而有數以千計的小鳥 牠都會飛到基維裡面賺吃的 因為基維裡面有大量的食物 有蝦、有魚、蟹、蟲、 夾海的動物 那為什麼這麼多這些生物呢 就是因為紅樹林 紅樹林提供很多營養 食物和居住空間 根裡面很多空隙 都給了一些生物住在當中 所以有形成這個很棒的生物網絡 提供很高的條件 給超多的生物多樣性 在裡面去生長 你會看到米布的所有基維 我們找到的生物多樣性的數字 你會看到也不少 和香港的整體比較 單單看鳥仔 也有超過400種 另外你會看到植物有300多種 蜘蛛也有100多種 而當中有一些 比較出名的品種就是這裡 可能大家都看過書 或者看影片 或者看廣告等等 都有機會見過黑戀疲勞 左邊有一隻很可愛的鳥仔 叫做黑嘴歐 有點像宮崎進的動畫 我經常覺得 而中間有一隻鳥仔 它的嘴巴也是扁的 有沒有留意 那隻叫做Spoonbill Sandpiper 和黑戀疲勞的名字都相似 黑戀疲勞的名字叫做Blackface Spoonbill 那隻叫做Spoonbill Sandpiper 嘴巴也像池巾一樣 很有趣的 這隻是全球極度頻毅的鳥仔 只有100隻左右 也在買部找到的 右手邊除了鳥仔之外 也有其他生物 例如歐亞水策 中間那隻叫豹貓 不是我們家裡養的 豹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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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買部三張水帽 就是下面最底的那隻 很小一個 三張水母 一塊一元的銀 很小 右手邊那個叫小鈴貓 那叫七間鈴 黑白的小鈴貓 這些都是在買部裡面 找到生物多用性 非常非常豐富 這些生物通常是比較害羞 我們比較難看到它 所以想為什麼黑白呢 就是我們透過紅外線相機 晚上沒有人的時候 他們出來活動 我們在米埗設定了大概有70部相機 生物經過的時候就出冊 拍到他們就知道行蹤是怎樣 很神秘的 但也是很有趣的 大概是米埗的狀況 跟海洋環境一樣 其實濕地也提供了很多生態服務 包括探匯 保護海浪線 儲水環防洪 我講一點 去年有否印象 有一場黑雨 形成了很多地區水浸 黃大仙的就行了 地鐵站也變了水連動 那次的事件有個情況發生 就是發現香港西北邊的水浸情況 相對市區沒有那麼嚴重 沒有那麼水浸 為什麼呢 因為很多人相信米埗一帶的魚塘機位 因為它是一個天然的駐水池 雨水下降下來已經儲了很多水 所以其實濕地除了給生物提供一個居住空間 以及食物之外 其實對我們的社會很大的貢獻 它就像一塊海綿一樣 大風大雨淋下來的時候 它是海綿這樣吸收水 然後有需要的慢慢放出來 就讓我們用 很重要很重要的 好像香港的空氣淨霸氣 也是 放在西北 沒錯 而且濕地有一個叫地球之神的稱號 神用來做什麼呢 功能 幫你排毒 因為濕地裡面的植物 包括蘆葦、紅薯 其實會吸取水裡面很多有機物 特別是有毒的物質 過濕之後再排出來 其實就乾淨很多 所以很多國家其實都會用濕地 成為一個天然的污水處理廠 所以對人類的社會來說 都有很大的貢獻和功能 當然 它有這麼大的貢獻功能 它都會面對很多很多的問題 這張照片就會看到 其實現在濕地面對著什麼 不同的問題和挑戰 包括過度發展 左上角的照片 你看到米埔對岸就是深圳經濟特區 近載止尺的就是在旁邊 而在南邊就是元朗、天水圍 以及將來就是北部都會區 我們都會擔心這些發展 可能會對濕地造成破壞 另外外內入侵品種 其實一些植物 譬如微金谷 或者在相片中 你會看到這隻叫做 Apple snail 叫做福壽螺 在香港的田間很多 尤其是南美 不小心引來香港 這隻福壽螺 它引力很強 它會吃光水裡 一些魚仔、蝦仔 吃農作物 令到濕地的生物多用性 減低了很多 另外福壽布鬧 氣候變化、水位上升 這些都是現在正在面對的挑戰 那我們可以做些什麼呢 其實在政府層面 是做了很多事情 整個米埔、喉嚇灣 都有些管理計劃 包括左邊 你看到整個拉姆石濕地 都有管理計劃 右邊就是米埔自然保護區 裡面本身 都有些管理計劃 希望透過很好的管理 能夠繼續為生物多用性 提供五星級的家 但是單靠政府做事 單靠團隊做事 夠不夠呢 當然答案就是不夠 所以葉濤問到我 是不夠的 在這裏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件事 其實 世界自然紀念會 每兩年會幫地球做一個驗身報告 每兩年做一次 這個報告叫做 《Living Planet Report》 中文叫做 忘記了 《地球生物力報告》 這個報告 其實你見到右邊 很簡單 這個圖已經詳細了整個報告的重點 就是 自1970年起到現在 全球的生物多用性 跌了69% 全球 一些生物的族群下降的趨勢 你看到去到2020年 仍然都是跌的 69% 證明現在我們做保育的工作 力度是不夠的 OK 接下來 只有三個可能性 就是圖右手邊 如果什麼都不管 繼續現在 什麼都不做的話 就會在紅色那條線繼續跌 第二 我們都知道嚴重 我們做一點點事情 我們在生活做一點改變 和貢獻一下環境 就是在中間黃色的狀況 慢慢穩定 但是 也是不夠的 我們希望 我們的生物多用性 能夠回彈 使我們的地球環境 可以穩定下來 就是我們希望 能夠做第三條線 就是藍色那條線 能夠恢復 那如何能夠做得到這個事情 我們又邀請 Central David出來 跟我們分享一下 我們可以怎樣做 现在生活多人性面对什么问题 比较准备了75% 比较准备了75% 比较准备了95% 比较准备了准备了准备了 这就是变化了自然而来自然而来 我们说很多关系的关系 但缺失败的缺失败是这么重要的问题 如何我们阻止这个缺失的生活 how do we ensure that biodiversity our planet's vital statistic begins to increase again in fact we already know exactly what to do 好了 我们怎么去做呢 其实有个概念都想和大家讲一下 就是这个叫自然向好 英文叫做nature positive的概念 自然向好 自然向好 刚才未必见过graph 图是跌着的 是的 我们很希望在2050年的时间 现在大约20年多一点 25年左右 希望我们的生物多样性能够恢复到一个正常 一个叫做稳定的水平 其实现在你看到情况都在跌的 2020年到现在 我们很希望这两三年 全球的生物多样性 再跌的趋势 暂停了 不要再跌了 而去到2030年 就开始回复 一直到2050年 去到全部恢复的状态 这个就是自然向好 我觉得可以做得到的 你有没有信心可以做得到 当然有 如果没有我就不会坐在那里了 如果没有我就不会坐在那里了 Nature positive 我们自己也需要有一个 保育的东西不关我们的 给专家 政府 在政策层面去做 保育的东西 跟我没有关系 其实不是的 刚才种种的资料显示 如果我们不做任何东西 单靠政府 单靠高层去做的东西 其实趋势只会不断向下跌 所以我们一定要做一些东西 没错 因为其实大家在不同行业 都可以有自己的关系 其实我是来自媒体的 其实媒体在环保生态的保育中间 我想都是承担着很重要的一个 role 梁先生是来自于团体 比如NGO 其实很多NGO都在做这方面的研究 以及给大家很多的 information 好像梁先生都是一个专家 他们是一个NGO Government 我们自己的民众 都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role 所以很多不同的派对 在这个中间 可能都可以做到一些事情 我们今天都需要 因为所有的香港市民 或者今天来到书展的朋友 最后我们都是想说 我们做些什么 其实可以这么说 这本书是做了一些基础的事情 比如刚才大家看到梁先生所提及的 我们香港在全世界位于一个什么位置 例如后鸟的千飞路线 我们其实九条都给大家看完 是怎么样 我们的珊瑚 其实我们在东南亚 是一个大型的三角形的 珊瑚区的顶 在香港这个位置 其实整个亚洲 在亚太太平洋的西面 有一个巨型的珊瑚区 这些其实我觉得香港人要知道 我们在香港 但是其实我们是一部分的世界 实际上在自然生境方面 唯有这样去想 我们就先去明白 其实我们虽然是 只是普通的小小香港市民 但是其实我们所做的事情 可能都有一天 是可以change the world 所以都想请教梁先生 比如我们是普通小市民 那我们其实可以做些 真真正正的做些什么 帮到手 叶太太说了 我想说第一件事 我想说三个行动 你可以做的 第一件事 就是多了解 刚才叶太太说了 透过书本认识 了解多些现在 香港的生物多样性 自然环境 现在面对的问题 起码多了解 除了看书 看片 听东西之外 其实我们觉得是一个很有用的方法 就是亲身体验 就是直接去参加一些户外的学习活动 透过你第一手 跟自然界的接触 你才了解到现在的自然界的状况 是什么 我又再一次买 买刚才政府的广告 上一半了 不好意思 有一个香港生物多样性资讯站 除了多资讯之外 其实进去里面 它有一个叫做教育活动的版面 你进去 很精彩 无论是政府团体 非政府团体 学习团体 搞的所有活动 都可以在这个版面里找到的 按进去 安排适合的时间日子 便找到合适的活动 所以 鼓励你们可以上去看看 好 刚才是多了解 第二 多参与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的 叫做公民科学的活动 这个公民科学 System Science的概念 外国是很盛行的 意思是 开放一些生态的调查 容量大众一起参与 譬如做一些动物的调查 或者是一些生态参数的调查 例如如何取得一些数据 空气的数据 气温 水温 pH 或一定在其他地方 看看一些生态的状况 其实很多比较容易的调查工作 都可以容量大众一起参与 香港也不少这样的机会 你上网去找 都可以看到一些公民科学的生态调查 这个是透过参与 你更加了解 现在香港的生态环境面临的问题 好了 第三步 就是多实践 日常生活里面 我们怎样可以做好一点 我们自己 多想一些 可以保护到我们的大自然 我有些例子跟大家分享 第一就是 进行野岸活动的时候 避免和生态接触 你上去 这里 譬如潜水 大家可能现在夏天 就会在海上浮潜 潜水商商商活动 其实我们要小心一点 譬如我们穿蛙鞋的时候 不要踢到珊瑚 我们下水的时候 不要乱点东西 其实我们的 在海上浮潜水 也有一个守则 下水之前 希望你能够遵守守守则 刚才也提过 去野外 行山 看到猴子 看到椰猪 要尽量保持距离 不要主动喂食物 给他们吃 因为这个行动 对他们也不好 对我们也不好 好了 还有些例子 实践 大家在夏天进行的活动 很多人都会做的 就是茶 防晒 太阳油 你们都会 对吗 大家要留意 原来坊间的太阳油 防晒 其实有很多的化学物质 是对珊瑚不好的 因为那些物质 可能会黏在珊瑚上面 令到它呼吸不到 窒息而死 最后令它白化 所以这里可以看到 两个交叉 就是如果那些防晒里面 有这两种化学物质 我不读给大家听 是很复杂的 大家可以看到 尽量避免 而剃的就是非纳米 大家知道什么叫纳米 纳米就是很小 非纳米就是什么意思 不是很小的意思 因为如果太小的化学物质 很容易被珊瑚吸了 就对它不好 大的话 它吸不到 就对它利安好一点 但是还是很深 不知怎样明白 右手边 你看到有三个标准吗 你去买一些防晒用品 你看看这些标准 一些叫做Ocean Friendly 或者With Friendly的品牌 我就鼓励你去买 但如果你问我 穿你的照片 都是一些物理防晒最好的 例如穿一些防晒衣服 穿一些潜水衣服 你长袖裤 戴好帽子 其实这是最好的 环境友善的保护方法 好了 还有一点的 就是刚才说过 香港人很喜欢吃海鲜 你选择海鲜的时候 可以如何对环境好些 大家下次买海鲜的时候 不妨留意海鲜的罐头包装 有没有这些标准 MSC ASC 如果有这些标准 就代表那种海鲜 是被认证的 一些环保机构认证的海鲜 代表它的来源 它的物种 其实是受管理 OK 我们多吃一点 其实对环境也不会有太大影响 但是有些标准 我们本地的标准 就是本地可以应用的 我们WTF近年出了一个叫做 海鲜选择指引 这个QR Code 你可以探索了之后 可以去 你可以选择一些 平时我们吃开的海鲜 我们将香港人平时吃的海鲜 分为三大类 包括绿色 黄色 和红色 好像红绿椅 红黄绿 代表那些的海鲜 其实都可以吃的 因为可能它们的族群 海洋支援保育 或者管理的形式 其实是好的 但是如果它是黄色 和红色 就要小心一点 黄色 代表它有点点 有点关系 有点考虑 就尽量不要吃那么多 红色 就尽量不要吃 就不要吃 因为可能它的野生族群 只剩很少 或者它的鱼叶管理做得很差 这些我们都不建议去吃 大家可以有兴趣 可以上个网页里面去看就可以了 红色那里有很多 好像都很受欢迎的海鲜 是啊 南极吞拿鱼 波士顿龙虾 波士顿龙虾 多说一点 波士顿龙虾 可以放在红色 是 因为波士顿龙虾 都是野外捕捞的 它在中美洲一带很多 波士顿龙虾 在美洲中美洲 其实很多被捕捉 什么是被捕捉 意外捕捉了其他品种的鱼 因为它是用一种钓的方式 钓龙虾 有时候钓了其他品种的鱼 或者一些海豚 有时候钓龙虾 是不小心钓了它们的 所以如果我们吃得越多 波士顿龙虾 就是代表野外要钓的数量越多 那越多其他品种的海洋生物 让它钓到 那就不好 所以其实 那个颜色背后有很多原因 所以大家要留意多一点 好了 到最后 应该时间关系 我们未必可以讲得太深入 老生常谈 4R 我们可能每天都会做的 4R是什么呢 reduce 减少使用 reuse 重复使用 replace 替代使用 和recycle 循环再用 我要强调一点 其实 这4个R 有优势的 我们应该先做哪些呢 其实应该是上面那2个先 reduce reuse 和replace 应该都可以的 而recycle 在最后 我们真的没有什么选择之下 才要recycle 就是循环再用 因为 你的循环再用过程里面 都可以好很多资源和能源 所以我们尽量减少一点 我们可以循环再用多一点 其实对我们的环境也会好一点 这些 我想我们日常生活里面来说 要实践 也不是太难的 是的 也越来越容易 多谢 这个前面应该都是由源头做起的意思 reduce 好 我们其实今天要 因为时间关系 我们可能可以分享的有限 更多的内容 可能大家可以在这本书中找到很多 我想是有用的咨询 而且因为它的图片是精心选择的 你想想 我们拍了一年选择的图片 所以它欣赏价值本身是很高的 这个不是自夸 其实是很多同事的心血 如果我们放在这里 我们虽然时间比较短 但是我们是用心呈现给大家的 希望大家through书本 我们走出第一步 然后让我们了解多一点 珍惜香港 还有我们可以做到一些行动 可以帮到地球 又帮到我们自己 其实人类这个物种都危险 如果这样下去的话 因为我们其实是地球其中之一的物种 下面会不会大家有 如果有问题的话可以 太太太 感谢两位嘉宾的精彩分享 还有准备这么丰富的资料 各种短片 让我们先以热力掌声给他们表示 感谢 好的 那么很 我们现在时间因为四点半左右 要结束 所以呢我们有一点点时间 可以来问答环节 看看我们工作人员 有没有收集来的问题 可以拿上来 谢谢 也很好奇大家会有什么样的问题呢 听了这么丰富的这个讲座之后 谢谢 那我们把问题交给 看看有没有比较有趣的 就是负责提问 有点紧张 好 你对于香港未来 现在政府有很多想法 其中一个想法就是 要发展一个新的都汇区 是的 但应该知道 我说的是哪个都汇区 就是北部都汇区 其实很多人会觉得 这是一个纯发展的项目 就是要建设 要填一些湿地 要把香港发展成为一个 創科 以及高端物流的地方 没错 这是一个发展的项目 但同时间都是一个机遇 去做好保育工作 因为在政府的蓝图里面 其实 北部都汇区 会做好很多 湿地的修复的工作 特别是和一些原居民 一些愚民 团体 学校 学术团体 如何好好保留现在 现有的湿地 甚至加强 我叫做 degrade 已经没有以前那么高 身体价值的鱼团 如何可以加强 它的身体价值 如果这件事做得好的话 即是发展 保育 和萌生 能够做到一个平衡的话 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点法 因为全世界 其实没有什么 这样的地方 是短时间里面 做一个这么大型的项目 同时令到经济层面 有好处 提供就业的机会 令到香港这个社会 更加多元化 同时 香港的环境 特别是湿地环境 可以得到保护 当中 当然要牵涉很多规划 很多计算 很多不同团体的框架 比较合作 但如果做得好的话 我自己对这件事是很正面 亦是可以成为世界 不同地方 城市的一个点范 我可以分享一个例子 在我们拍纪录片的时候遇到 例如在元朗 例如私人楼宇 开发商 应该是政府 或者是有一个保铁 刚才提到跨界的合作 例如在建房子的时候 多不少都会破坏到环境 然后建房子 卖了出去 搬进去住 但就开始修复 你家旁边的 之前被破坏的 即是修复的 居民就会加入一个计划 去培育红树苗 即是我们拍到小朋友 住户下楼 参加一个计划 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做法 未来也有些科技的因素 例如我们建房子时 用的材料是什么 可能对环境的保护 都是友好 小小分享 就是我们都会和新界 西北部的渔民 都会聊天 其实大部分的渔民 都喜欢羊羽 仍然继续留在鱼童附近 继续养羊羽 但问题 他们见不到前面有厨缸 他们觉得又赚不到钱 内地来的竞争又很大 亦都会面对很多的挑战 例如如何维护鱼童 但如果政府将来 我们有一个方式 就是帮助到他们 在技术层面提升 但同时也教育他们 在他们管理的鱼童里面 可以加强一些生态的考量 其实是相得益彰的 我们很期望 其实现在的渔民 纵然年纪大 对鱼业好像没有什么希望 但如果政府能够 给多些资源 鼓励香港的鱼童业 发展的时候 其实香港的鱼童业 本身是一个好的品牌 可以吃到 香港元朗的烏头 鱼童业 鱼童业 这就很棒了 这些是内地 可能入口业 是无法相比的 那问到一条问题了 这个有趣的问题 现在是一个 讲求AI的年代 因为AI 对环境保护 有没有帮助 有没有具体的智慧设施 可以有效地提升 自然保护工作的成效呢 AI 我当然不是AI专家 但是透过一些 自己的观察和经验 有难处的 譬如我们现在 在米埔的同事 因为平时要上班 和要休息 晚上基本上 没有什么人上班 但是如果保护区里面 米埔面临什么问题的时候 其实就要 可能要专专 半夜山间起床 要去到那个地方去处理 我们在想 如果AI 其实应用在 一些湿地的保护也好 可能它们会 解决到某些状况发生 譬如水位突然提高了很多 又或者有些特别事件发生 透过AI 它可以引起一些东西 令到我们的同事 可能在家里 透过互联网 就可以做到一些东西 那就可以省下很多人力物力 第二方面 就是一些生态调查 其实外国开始有些地方 用AI 帮我们辨认一些生物 譬如设计一些AI镜头 在前面 森林里面 可能有不同品种的生物 以往就靠人 去逐种逐种去认的 其实要虚耗很多人力物力资源 但是如果我们训练到AI 它可以做这件事的时候 就可以帮我们舒缓很多的 努力 或者我们的人手 但是我觉得有一件事 AI 永远取不到 代不到人 就是做一些决定 譬如我们做生态保育 它有一些方式操作 其实最后都是透过不同的考量 透过讨论 思考 试 才能做到 而这些东西 我这一刻 我觉得AI暂时做不到这件事 因为不是纯粹科学 有些可能有其他的考量 在当中 其实技术发展 我觉得是需要少许 给它少许时间 以及要做一个测试 实际的运用 亦都分享一个少许的案例 就是我们拍片的时候 看到有香港的大学 我不说哪间大学 在做一些水下的detect 就会画一个香港的水底的地图 听起来好像很简单 其实不是的 它这次是画一个全景式的地图 就是它出来 你看到好像山、平原、森林 在香港的水底是什么 如果它是用一个AI involved的technology 未来我们有机会 如果你坐在家里 可能你去到一个网站 或者是借助于一些 穿戴式的一些装备 应该是好像海底2万里 你已经可以在香港的水底 好像潜水员 你看一下 海、下湾、珊瑚 你是可以很实景 这个不是 其实 我不是专家 我听过专家的解释 就是说这个不是AR 不是简单的 它是一个虚拟实景的东西 它不是一个游戏 它做到之后 它是很科学很精确的 一个全景式的 香港的海底的实际情况 你看到这个情况 应该是不久的将来 应该会是一个事实 这是帮助我们看香港海底的情况 所以做监察 就是做一个监察 AI应该是可以帮到手的 譬如某个地方 海底 没有理由每次都要潜水 可能需要很多资源才能潜水 但如果你在海底里 放一个AI镜头 你坐在家里 按一下网页 你就可以看到状况 可能就让你知道 那个状况是怎样 有需要的时候 你就要做一些决定 去做一些计划 而这些决定 最后还是要人去做 好像时间是不是差不多了 刚刚好4点半 刚刚好 好了 谢谢两位嘉宾 非常感谢大家 我们这个时间有限 只能有这么简短的问答时间 希望未来跟大家 有更多交流的机会 那么在这里 也再次感谢商务印书馆 各位同仁 能够得以让这本书 展现在大家面前 展现在全世界面前 也感谢香港贸易发展局 对这个场地 还有活动的一个大力的支持 那么我们今天通过 这么丰富的一个信息和讲座呢 我们也能够感觉到 我们身在这里 人类和这个世界 和这个地球 其实是有着非常非常紧密的关联 我们窗外就是维多利亚港 所以香港真的是一个 非常非常好的地方 那么我们今天 其实也有这个项目的 专家顾问组 今天我留意到 原来我们的专家之一 李勒施博士也在现场 我们非常感谢您 李博士来了 我应该先看到 欢迎你 李博士是我们 project的顾问 李勒施博士是 极地博物馆基金创办人 非常感谢您 以及一众专家 还有各个不同的机构 包括香港特区政府 对我们这个项目的大力支持 感谢世界责任基金会 香港分会和我们共同发起 那么我们的会场方面 好像也准备了一些内容给大家 今天真的非常感谢两位港姐 和我们带来这么精彩的分享 为表借意我们有请 香港贸易发展局的代表 向叶女士和梁先生 来自送我们的纪念品 有请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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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谢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